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只管踩 剩下的交给夸丑 我看不到陈伟德 奥迪烧鸡油 我得烧牛粉 原来烧牛粉就这个味儿啊 完美通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黄金二手车的特别节目 我们现在是在大兴安岭的无人区 可以看见后边是我同事若然同学 他们新一期的摩托车日记的拍摄现场 那这一次我们也打算选择两台二手车 计划跟若然同学的节目组一起出发 看看这两台二手车到底能陪我们走多远 这一次我的选择17款奥迪A6 Allroad Quattro 3.0机械增压 我唯一的改动就是换了4条的AT胎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是纯机械结构的满血Quattro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只管踩 剩下的交给Quattro 但是Quattro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吗 都说Allroad Allroad 你说白了就是轿车底盘升高了一下吗 那咱这就靠谱多了 这个东东二号车门店挑的斯巴鲁XV AWD全14区加这个水平对质的发动机 虽然这个车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大 但是在北美很多玩家拿这个车去改拉立法 咔倒吧你屎言 就你那点零自息一共150几马力 人家北美玩的是手动挡 你那是CVT懂吗 不是我说二位 你俩别吵了行吗 我们是一个T摸 让两位嘴泡完闭嘴后 我们正式启程了 最开始的路况大部分是这种草原木民道 虽然是非铺装路面 但走起来并不费力 甚至让我们有种度假的感觉 其实这个车特别的日系 动力它不是很强 其实对于这种非铺装的路面 只要你不爬大坡交叉轴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至于底盘这一块 标准算是 但我坐着感觉还行 因为这个车可能确实视野还是比较高 不说别的 咱就跟这A6相比 感觉安全感十足 够有千秋 这个车因为升高一下底盘 所以视野把我通过性 整体是非常有优势的 但是确实很日本车 没有德国车的那种韧性 避震 可就是在这么优越的路况下 我从后视镜里发现 A6 Allroad 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不是车型 你怎么 拉我们这么远 我这个车 有一特别特别牛的功能 空气悬架 我可以手动把悬架调到最高 这样的通过性就特别的好 但是我时速只要一过35公里 它自己奔就降回去了 所以对于我而言 这条路最高限速就是35 这3.0啊 跑不起来的3.0 有什么用呢 我跟你说 就这种路啊 这个功率啊 不是最重要的 你要知道这个离地间隙啊 才是硬道理 咱这个车呀 毕竟当年也是落地60多万的车 在这种地比较颠簸的路面情况下呢 减震器其实能化解掉很多的高频震动 你几乎在车内感受不到这些高频震动 不管是这个震动是来自于耳朵还是屁股 所以开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比它那个XV要爽很多的 不过实话实说 这台C7A6 Allroad 毕竟它不是一台SUV 在走过了最初的路段后 我们遇到了很多大的坑洼路面 面对这种长行程的震动 这台二手车的表现就有一点不尽人意了 HELLO 不好意思 借过 谢谢 牛子 好好吃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听不懂 承让 谢谢 谢谢 当车骑的老A6子跟上大部队以后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作为自称是贤气两母的咎咎同学来说 她已经开始为我们准备了午饭 来 新鸡肉炒鸡蛋 对不对 这是你纠结 鸡蛋呢 鸡蛋呢 说到点了 来 新鸡的 线下的 我的小红 所以你们俩刚才是跟鸡约的也 这个做戏得做全套 这不是公鸡吗 观众朋友们看 这是公鸡 早上起来母鸡买为了 低脚 看到了吗 你吓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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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骗了面包啦 给你们炒菜呢 还有面的好吃 真的给你们炒呢 一会儿都吃完啊 别担心 吃完你炒的菜以后 咱俩把菜都戒了是吧 你炒菜 你炒菜 没炒菜 没炒菜 就是酱油放多了 你先说你是紧急厨师 特急厨师 我吃 我白吃这个 你少吃点 反正我一会儿做完 必须都吃完 咱俩赶紧跑啊 赶紧跑啊 一会儿等他菜做熟了 咱俩我跟你说 掉坑里了 走吧 打包 打包 由于我精湛的厨艺得不到认可 我们决定自己出发 去大兴安岭深处了 哇哦 XV有点东西啊 我发现 这车底盘升高以后 而且虽然一体胎 它真的是可以的 好想起来 而且XV这个车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4T系统真的是很硬牌 真的很硬牌 它毕竟有AWD嘛 对 当然夸腿还是不错 哎呦 我不理解 你说这帮扫巴佬 明明有好路不走 非得和猪一样 在泥塘里面打滚啊 这种路才是奥迪 应该有的优雅的方式 话说我为什么觉得 这一代C7A6ORO的更值呢 第一我们要跟C8去比 C8的机械结构的可靠性 其实是下降的 它的动力呢 虽然有所提升 但是它的新款的EA8 它扭发动机 其实会出现偶发性的缺缸 嗯 而且它48V轻混电机呢 也会出现各种故障 至今是无解的状态 而且吧 这个Quattro Ultra 其实它的争议呢 是比较大的 C8的中央差速器呢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纯机械结构了 像我们穿越这种高负载的 这种工况条件下 很容易出现过热的保护 所以它的可靠性 远没有我们这台C7的 带冠状齿轮中央差速器的满血 夸臭 啊 表现要好 第二 这个C8呀 真的是太贵了 基础的价格就得小60万 但还得像保时捷一样 各种选装 不然你真的是啥都没有 而我们这台二手的C7 A6 Allroad 不到9万公里 如今市场价也就267的样子 您就说哪个更值 大兴安岭的地貌似乎不太爱循规导具 穿过草原后不久 我们一下子就来到一片原始丛林之中 前方出现了一条现成的拉力赛道 考虑到我们驾驶的斯巴鲁和奥迪 毕竟都是各大拉力赛的常客 于是我们决定来一场简易的丛林拉力赛 三 二 一 发车 好 来 奥迪准备 三 二 一 发车 提速提速 直不快出咒来啦 四 八鲁 吃我的尾尘吧 Here we go 我看不见他车尾灯了 我能知道他拉起来的堵了 这才是属于Quattro的地方 This is for Quattro 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 还是到终点了 你昨天晚上吃那么多 你赖我的一沙袋跑 我等你们好久了 怎么你比我先出发 怎么这么慢呢 这个马力既正义 这个东西没办法 差一倍的功率 这享受享受风景 不要老沉在那种很盈盈狗狗的喜悦 在这一月之中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你知道吗 我的车自从那个被 过了第一个泥塘之后 我觉得这辆车的封印就被打开了 这台二手的A6R Road上 用的是第七代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 用的是贯状齿轮中央差速器 虽然同为纯机械结构 但凭借多片离合器的控制 它能比拖森差速器 有更大的扭矩比例调节范围 以及更灵活的前后扭矩分配 虽然理念上 与那种硬派越野的四驱系统很不同 但是面对这种低附着路面的丛林拉力赛道上 我这台二手车表现的依旧是游刃有余 天色已晚 我们决定就地在湖畔露营 我抱着我的睡袋睡 不过作为一个洁癖 我自然是不可能接受露天的露营的 于是我决定利用这台二手的A6R Road的宽大后备箱空间 打造一间酒店式的大窗房 毕竟这台车的二排座椅放倒 最大晋升可以达到两米的长度 你这 还是奥迪的车主讲究 你这 豪华车主是不一样啊 你这睡车里 你在客上 我用 关下门 谢谢 拜拜 明天见 好 祝您安好 拜拜 祝您安好 天哪 这才是旅行车的意义嘛 这才是旅行车的意义嘛 又浮了 现在是凌晨1点了 我在帐篷边上什么洞里发去 这些什么洞里发去 这些什么洞里发去 这些洞里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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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哪个老师在我边 江峰边上厕所呢 离远点行吗 我这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 偷窺的一个 仓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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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享受大兴安岭清晨的美景 一场大雨突然而至 好在这里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 短暂的狂风骤雨之后 大兴安岭表面上又恢复了一片祥和 但是却给我们留了泥泞的道路 就在我们刚摆脱一片泥潭之后不久 让我们不安的事突然发生了 刚刚过去的不是闻到有糊味啊 还是不停一下看看是什么车味道了 我这儿没闻到 我这儿没闻到 你这边有味吗 有有有有 有 我们下车看一下吧 好像是有 把机器盖子打开 是你个车搭着那个 谁啊你过来来来来 我来这边看吧 没有什么东西在露水 我看一下 那应该冷凝水 对空调冷凝是冰的 感觉好像是排气这边出的问题 经过简单的排查 我们判断可能是我们刚才过水的时候 大量夹杂的牛粪的泥水挂附在了底盘上 排气的高温把泥水烘干后 形成了这股诡异的糊味 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你这个车烧牛粪 奥迪 奥迪烧鸡油 我这烧牛粪 行行行行 混合动力是吧 原来烧牛粪是这个味儿啊 嗯 是是是 好像是 好像是那个味道 家伙 虚惊一场 你看路边倒着都是牛粪 你捡一坨 你闻一闻不就知道了吗 还就是这个味儿 特别正特别正特别正 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插曲之后 我们两胎二手车又踏上了深入大型岸岭的路途 在这里荒野的气息更浓烈了 不烂 我们车里有个大马峰 快快停一下 你别把我下一半嘴听了 你再咬我一口 太受了我过来了 你咬看啊 不过相比耳膜被震聋的危险 大型岸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吓 是不可预知的前方道路 我们成功的把车误在这里了 稍等稍等 我先来看一眼啊 你起啊 你有没有考虑脚底是大水坑啊 没关系 有车骑呢 我们有非常好理由不下车了这回 苦活了一会儿给大家看了 哈哈哈哈 这车真行 可以吧 这打黑你 这没毛病 前面有干脱 能到吗 能 使劲 厉害啊 小包园 没毛病 我们可是过了啊 车期 你敢不敢 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们这十三万的车呀 豁起来是真不心疼 我这个车我觉得 倒一把啊 要不然就到此为止吧 我实在是舍不得 我的车进这种地方 尊贵的奥迪车主 据说您补一块漆 就得耗一千吧 您想清楚了吧 看没毛病吧 这台斯巴鲁XV搭载的 主动扭矩分配全时四驱系统 可以通过变速箱 直接将动力输出 给分动箱内的中央差速器 然后再通过多片离合 分配给前后车轴 电控多片差速器 会根据路况 随时调节扭力分配 我原以为它的设定 会更偏向于城市与家用 但没想到这种沼泽 完全难倒不了我的XV 正当我和舅舅信心满满的 准备往丛林深处进发时 那位A6欧洲的车主 却怂了 完美通过 这叫不便宜呢 再见了 我就不走了 你们自己玩去吧 我目测这个推论 你的车其实是能过来的 当然 当然 至于舍得与不舍得 这个问题交给你自己了 哈哈哈哈 不过说实话 剩下的十几公里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路呢 嗯 你跟他说眼前还是 对对对 眼前可以看到 后面比这个可能还难 我估计我们也可能会 后面走不了 但我觉得这可能就 便宜车就这点好啊 你知道吗 不心疼 所以回来吧 求求你们了 我疯了 我们已经掉完头了 回去迎接一下你 以胜利者的姿态 一比一 但是当征服沼泽的兴奋退去之后 我意识到其实车骑是对的 在前方路况如此出现恶化征兆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不该贸然继续前进了 此时我们已经在位于大兴安岭腹地 一百多公里的深处了 这里就是我们旅程的终点 直到几日后我们回到文明世界才得知 就在我们现车的同一时间 一支越野队伍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并贸然行动 命丧罗不破 对待自然 我们应该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喜欢一台车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 你越发地去了解它 越发地跟它相处 你才能慢慢地跟它产生感情 产生共鸣 虽然这台二手A6 Allroad 并不能像硬派越野车一样 能让我无所不至 但这次的穿越之旅 它的可靠性 仍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我真的舍不得它 再去闯入那些森林里的泥泞了 我真的好喜欢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